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了杨庭辉医师继续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日子里 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的来继续抗病毒 我们有哪些防疫茶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家园呢 马上请出杨庭辉医师 好的 大家早上好 谢谢小薇 这个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主题 抗病毒防疫茶 在这个市面上 大家都会看过这种药材店卖的这种 五花茶 夏商局 八宝凉茶等等 这些凉茶包已经包好了 一包包 那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讲到 今天主要讲一些比较常见的 一些这种凉茶 夏孤草 这个很多人都喝过了 这个有些茶室 茶餐室也有卖的凉茶 它的这个药性 寒 功效 清热 泄火 明目 散洁消肿 主治 目尺肿痛 头痛悬晕 裸力阴流 卢庸肿痛 这个目尺肿痛 目尺就是 那个 眼睛 发炎 结膜炎 或者那种睁眼 那个眼睛 红肿 目尺肿痛 头痛悬晕 这个是热气 天气太热 头痛 这个头晕 然后它可以散洁消肿 就是治疗这种裸力阴流 裸力阴流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 肿块 肿瘤 就是有一些可能 这个细菌啊 病毒感染 导致的这种 肿瘤 或者是 这个 那个 我们自己身体 生的那个肿瘤 就是没有细菌感染的 那个肿瘤 其实下枯草也可以 然后乳庸肿痛就是 那个乳腺节节 乳腺节节 或者是说乳腺发炎 它也可以用这个下枯草去 清热泄火 散洁消肿 它 它一个条件就是说 这种 裸力阴流啊 乳庸肿痛啊 这种肿块肿瘤的东西 它必须是 那个体质是偏 这个偏热的 偏热的 如果体质是偏虚弱的 就要再调过 那个配方 那么这个是下枯草 它的那个 形态好像那个 那个鸡毛哨这样 很容易变热 金银花 金银花是 这个 前阵子 那个 我们吃那个 莲花清温胶囊 莲花 莲就是莲翹 花就是这个 金银花 它经常是用在 这个抗病毒 这个药方里面 都可以加这个 这个金银花 它功效 清热解毒 疏散 风热 组织用种 丁窗 风热 热毒 咽喉炎 用种丁窗 就是那一种 皮肤病啊 皮肤 有生疮啊 发炎啊 风热 是 那种感冒 感冒风热 有这种 热毒 热毒就是 吸菌啊 病毒感染啊 那个身体 有发炎 这种 咽喉炎 甚至是说 现在的这种 肺炎啊 或者肝炎 其实 金银花都可以 或者气管炎 总之身体有发炎 都可以加 金银花下去 菊花 菊花就更不用讲了 就是 每一个人都喝过了 这个药心 它胃寒 它不会说 非常寒凉 所以 每个人都适合喝 就是一点点寒凉而已 不会太 太过 伤我们的 这个 中气 我们讲 太寒凉的话 那个药会 这个会伤 中气 伤到这个皮肥 尤其是 喜之虚弱的人 它的功效 疏散风热 清干明目 清热解毒 阻止 风热 风热 这个感冒风热 头痛 目刺 眼花 头痛 这个 也是天气热 头痛就可以用这种菊花 目刺 跟刚才那个下骨草一样 目刺 就是 眼睛红肿 眼花 或者是说 眼睛觉得热热的 它没有肿 可是觉得 很热 那个眼睛 好像烧烧热热 这样子 或者是说 天气热 眼睛觉得 有一点 模糊 有时候我们晒太阳 晒太阳 晒了 可能一段时间 可能晒了15分钟 20分钟 有时候 眼睛会觉得 蒙蒙 那个就是 因为我们 那个体质 那个身体太热 造成了 可以用这个菊花 目刺 眼花 治疗这种问题 那么菊花 上个星期 有人问就是 为什么会苦 包来喝 为什么会苦 那么 建议就是 不要包太久 大概可能 15到30分钟 就好了 或者泡水喝 用热水 泡着 就可以了 它就出味了 当然要泡 泡一下子 泡10分钟 最少 不要包超过 30分钟 因为你可能 包到一个小时 它可能就会变苦 OK 槐花 槐花也是 这个五花叉里面的 其中一个花 槐花 比较少见到 它要性 微寒 功效 凉血 止血 清肝 泄火 组织这个 便血 治传 目刺 它也是有目刺 就是眼睛 这种问题 这个牛皮腺 槐花呢 它其实 它是亲大肠 大肠的热 就是大便出血 痴穿 这种 大肠的 这种 湿热的问题 或者大肠 有生一些 什么吸肉 肿瘤 都可以用 这个槐花 然后牛皮腺 然后牛皮腺 牛皮腺 是因为它 这个 我们说 皮肤 是肺主皮毛 然后大肠 跟肺 其实是 相表里 就是他们 是一堆的 大肠 跟肺 的问题 所以它是 这个槐花 它是治疗 大肠 就是便血 这种问题 大肠 还有肺的问题 肺热 大肠 是肺热 都可以用 牛皮腺 其实是 那个体质太热了 这个 我们说 肺主皮毛 就是轻肺热 用这个槐花 隔根 隔根 这个一片一片白色 这个药性 凉 它不寒 所以它 也是很适合 这个一家人喝的 隔根 功效退热 圣经 止泻 组织发热 肩痛 口渴 不泻 它其实就是 一个风热 感冒的 一个症状 就是 发热 发烧 然后 这个 肩痛 或者颈向 颈向肩膀 觉得很紧 或者说 腰酸背痛 也可以 然后口渴 因为它可以 生经止渴 口渴 然后 腹泻 所以它 这个 有时我们感冒的时候 就是一系列的 这种症状 就是发烧 发烧 当然不要超过 38度 我觉得 就是 如果是属于 这一个 没有病毒感染的 或者这种 细菌的 用这个隔根 它是可以很好的 降 这个 降这个热气 就38度 以下的 用隔根 推烧 是非常好 然后 这种 肩痛 口渴 腹泻 有时我们感冒 这一种症状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用那个 隔根汤 隔根汤就是 桂枝汤加隔根 就是隔根汤 一般上就是 都可以解决 这个发烧 那当然如果是说 38度以上的话 可以用这个隔根汤 再加 情热解毒的药 这个跟 这个在菜市 就是我们去巴萨的时候 有一种 我们说那个粉格 干格粉格 这叫粉果 就是拿来煲汤的 其实就是隔根来的 平时可以煲那种 像说这种 莲藕 吃小豆 花生 然后可以掺一些红枣 或者是排骨下去 就比较好喝 这个 隔根也是常常用到的 这种药膳 紫草 这个就是 大家 在茶室 喝这个 肥紫草 不极丑 就是这个紫草 那药性寒 它是 比较寒凉 然后功效清热凉血 解毒 组组织 这个血热毒胜 窗阳湿疹 它其实对皮肤病 就是窗阳湿疹这种 它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 因为它可以清热凉血 解毒 所以这个 它的这个 药性 会比较 会比较 就是对体质虚弱的人 会 它会比较凉了 比较寒凉 所以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那当然 在这个 茶室 如果是茶室的话 可能就那个味道就很薄 所以 茶室喝的就比较紧 平时 用的话呢 可能10克 就好了 10克 15克 要看体质来用 比较寒凉 商业 商业 这个 商业的药性 也是寒了 功效是 疏散风热 清肺 论灶 清干明目 然后组织 风热 咳嗽 木刺 浑花 它也是可以用这种 用于这种 感冒 风热 咳嗽 咳嗽是属于 我们讲热咳 寒咳就不可以用 因为它是 清热的 清肺论灶 就是有口干 有干燥这种情况 才可以用商业 我们有一个药方 叫做商业饮 就是商业菊花 再加一些其他的药 商业饮 然后清干明目 就是木刺浑花 它跟那个菊花 也有同一种 这个功效 就是 这种眼睛模糊 眼睛发热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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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 那么商业 他的那个 素质 素质 叫做三肢 三肢是可以去风刺的 那种肩膀 肩关节 我们说肩关节 也就是说 肩关节 如果是属于热 热症的 有时候 关节痛 肩关节痛 五十肩 有时是热症的 可以用那个三肢 然后它的果实 三肾子 在外面也是有 卖了三肾子 这可以补肾 然后它的那个 皮 素皮 就是那个三百皮 可以化痰 所以这个三叶 我们说三树 它的那个树 是 我们说全身是宝 就是三叶 三肢 三肾 三百皮 它都可以 有不同的那个功能 在里面 鸡骨草 这个就可能比较少见 这个药性 它是凉了 今天讲的其实都是含凉了 都含凉的药 这个功效 力士退黄 请了解读 组织黄胆炉 用肝炎 用量可以多一点 十到二十克 因为它可能一把 这个鸡骨草都很重了 可能十多克 那力士退黄 就是可以治疗这种黄胆 黄胆 肝炎 胆蓝炎都可以 肝炎蓝炎都会 有这一个黄胆出现 请了解读 这个 还有这个 乳庸 就是刚才讲的这种 乳腺节节 也可以用肌骨草 竹叶 这个 药性 也是寒 然后功效 清热泄火除烦 圣经利尿 这个 组织 热病 伤经 凡热 口渴 口舌 生疮 生是那个 生命的生 这边写出来 生 那个疮出来 生命的生 小便舌痛 就是这种热病 发高烧 伤经 伤了那个水分 那个人觉得很口渴 很烦躁 他除烦 那个人觉得很烦躁 然后生经利尿 就是这种 口舌身疮 小便舌痛 就是 小便觉得热热的 所以他可以治疗那种 膀胱炎 尿道 或者是说 那个尿道发炎 小便会痛 竹叶 那么这个竹叶 可能在 我在六月 下个月 我也会讲到了 因为有一个方 叫竹叶石膏 汤 可以治疗 那个喘 症 就是那个气喘 就竹叶 好 这个最后一个了 罗汉果 药性 就是凉了 这个功效 轻热论肺 利盐开因 论肠痛边 组织肺热造壳 这个烟痛 适应 长照便秘 他也是可以 治疗这个咳嗽 他也是热咳 躁咳 就是 那个人觉得 一般上是 没有痰 就是只是咳嗽 然后那个喉咙很干 或者觉得 人很热的 然后烟痛 适应 就是 喉咙痛 然后生杀了 就是 讲不述声音 杀生 论肠通便 便秘也可以 然后用量 一个人 一粒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用多 两粒 三粒 都可以 OK 讲一下 这个服用防疫茶 要注意一下 就是 这个第一 我们可以加入 适量的这种 蔬糖 蜜枣 调味 当然外面的这一种 这个 凉茶包 我们说 药材店卖那一种 凉茶包 它一般上都会 有放一些蜜枣在里面 就是包好了 一包包的 然后第二 这个防疫茶的药性 都是含量的 所以体质虚弱的人 就是 可能比较瘦 或者精神比较差的 可以加这种 自甘草 5到15克 顾乎这个脾胃 那如果是 体质本来就 很怕热的 很强壮的 就不需要加 OK 第三 就是这个防疫茶 不适合 每日服用 因为它太含量了 每日服用的话 可以就是 一个星期服 一到两天 可以可能说 这个 星期六服一天 然后星期三这样 就可以 达到这一种 这种防疫的 这种效果 就是 可能是 隔三天 喝一次 这样 因为它的那个药性 会留在我们身体 一段时间的 我们 如果是说 隔三天 两天喝一次了 就有这个 我们身体 就有这种成分 就可以 如果是说 万一有感染到 可以降低 那个 风险了 OK 好的 我就分享 完毕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杨婷 一时间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抗病毒防疫查 一个开讲 那 觉得这个很有用的朋友 欢迎大家呢 到我们的 不后面子书 去转发 电视场直播 让更多需要的朋友的 都能够 得到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资讯 好 那我们明天呢 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会有 我们的口琴课 那明天的口琴班呢 我们 要跟我们的 曾昭雄口琴教练呢 来学习 简单的这个曲子 明天要开始 学习 吹简单的曲子 其实我们上两堂课 都有在吹 那所以呢 没有跟上我们的 这上面两堂课的朋友呢 我们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不后面子书 不后YouTube 或者是不后网站 去看回放 好 那我们下星期 我们同样星期三 我们领养保健课呢 我们下星期 我们 有 一位来自就是 国际认证的方老师 王委会同老师呢 会跟我们谈谈 精油的这个部分 小精油有没有大功效呢 我们下星期 同样的时间 再来继续关注 今天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 欢迎面子书的朋友 报名来参加我们 五六月 这个新学期的课 那报名的链接呢 都在我们的这个 面子书每一天的贴文上面了 欢迎大家来 这个公益平台 我们大家一起来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呢 有亚到老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凯迪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新洲日报 医势力 还有福刊 以及新纪元的 领学院的这个联合直播 也谢谢很多个人 面子书 比如 梅子老师 还有就是 凯迪念我等等的 这些联合直播 都让我们的讯息 可以去得更远 我们也感谢 我们Zoom讲堂里面的 老爸老妈 也分享到你们的 个人面子书 我们大家一起来 学习成长 让我们的整体 社会的这个 医疗成本 能够因为我们的 乐龄朋友 乐于学习 然后呢 可以大大降低 我们的这个 医疗成本 我们大家一起来 为这个社会努力 好 不要小看这个 小小的一天一小时的学习 欢迎大家 呼朋唤友 继续来我们这个 公益平台上课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结束之前呢 再一次 呼吁同学 就是 也来参与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第三届 捕获乐领精神奖 详情呢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 捕获面子书去查看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 中奖长的交流时光 谢谢大家 рим你的 感谢OS 感谢tam